你们谁带我去找他们的介绍人谈的 然后我和苏丽汇报一下 让他们和郊区分局取得联系 了解一下那个女人的情况 对 这次一定要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 咱们爸要有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她 没这么严重 怎么不严重 哎呀 你来回搬山 哎呀 你喝你的头了 哎呀 我的霍叔叔 你 你咋才回来呀 你干啥去了 骨子呢 爸 你怎么这么打的 我那么歇盖啥呢 你 干啥啊 你把你裤子给我拖下来 我这是最酷 哎呀 最酷我也要 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呢 这 这咋去呢这是 拖拖 拖 要不然你们就先回去 我们在哪儿呢 你去哪儿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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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呢 都急死人了都 爸 你说句话呀 爸呀 你上哪儿呢 都我们急死了都 爸 你去哪儿了呀 也不说一声 你看这心事动众的 把大家都给召唤来了 孟大爷 您怎么才回来呀 把我师父都急死了 这位是 啊 这是我哥们 判所的大张 大爷 这么晚了 家里人担心您呢 碰着几个老友 喝了点小酒 不然你们也是 我就晚回来 这么大一会儿 就把派出所的同志 给警动了 对不起啊 爸呀 你怎么说话不做话呀 说好的跟你 您不在一起了 您说您让我们做儿女 怎么看您呢 大瓢 三二你们都在这儿 孟小 给二天爷打个电话 今天当着爸的面 把话挑明了 您要再这样 我们就不管您了 谁有你们管了 哎 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还一点稳定劲 都没有啊 我一位七号八十 我二有退休期 就由你们给 演家伙了 晚回来屁大个公路 就兴师动众的 嫌得你们笑着呢 都给我走 你怎么一点都不体谅 我们做儿女的心呢 不要跟我们找过妈不可呀 您说您满意有个 有个闪失什么的 我们怎么对着我们死去的妈呀 妈呀 爸 您这穿着谁的裤子啊 有什么脑袋你们啊 爸 您是不是又遇到坏人了 又要人骗了吧 爸 您说您 咱先不说裤子的事了 裤子被人骗了 还能买 您要是被人骗走了 我们就没报了 您好不怕 多少钱也买不来 您说是不是 您可是从您当着我们面 说您不找老伴的 我们都 受一点委屈 让我妈在天之灵 也能放心 今后您有什么要求 您跟我们说 您说您想吃什么 我们就给您做 您要什么就给您买啊 爸 看着大姐这肚闹腾 大平忽然深切地 同情起姐夫来 真不知道姐夫这些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 爸 大平心里暗暗感到庆幸 不管怎么说 自己无论是离了婚的老婆 还是结了婚的老婆 和大姐比起来 那简直就算是淑女了 不过现在孟大平担心的是 刚才光顾了着急 林玉如的好几个电话 都没顾上街 要知道 淑女发起火来 也是挺可怕的 人 人送我回去吧 咱们也送到门口 小灯 辛苦了啊 谢谢 警察同志 您说我爸 今天有点反常啊 他那裤子 会不会遇到坏人了又啊 看样子不像 身上没有一点伤 也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 至少可以肯定 他没有受到我攻击 不过 我注意到 他可是喝了不少酒啊 今天先别打扰他了 今天这样 他也不会说什么 反正啊 老爷子平安回来就好 是是是 师傅 那我和大招先走了 人家还没吃饭呢 好好好 照顾照顾啊 大招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行啊 几点了 我得该回去了 我送你回家 你不送我回去 让我走着回家 说 爸 姑 干什么呢 你看你姑点 我爷爷平时 经常去那几个地儿 我都已经找遍了 行了 回来了 那我进去看看 那行 睡着了 我送你姑回家 你早回家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喂 彭姐 爷爷回来了吗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什么 你在那儿别动啊 我现在过来找你啊 张成 爷爷没事吧 喂 你告诉我啊 怎么了 你说啊 爷爷没有事 回来了 你 你先走 你 你先走 站住啊 你先走 你先走 你说这事怪我操心吗 咱爸瞎话张嘴又来现在 太不让人省心了 你也别太紧了 他这么大岁数 能干什么呀 你别拿这事不当回事 裤子都没了 他又不是没被人骗过 你也该操作咱爸的心呢 别老一心子 都不在你小老婆身上 姐你说什么呢 好像我不管咱爸似的 裤子 张警官说的对啊 不像被坏人 你说咱爸会不会跟那女的 瞎想什么呀 她是那种人吗 她喝酒了呀 酒后的是谁能保证啊 你忘了有一次 你酒喝多了 抓着一个女孩的手不放 宁愿如为这事 行行行行行 我身上扯 这男人喝完酒以后 净干荒唐的事 我就觉得这事 跟那女的有关 你这么一说呀 咱真得让这事打费 我姐 她是有事没罢了 让咱爸知道了 好面子她挂不住 大平 咱得盯紧咱爸 你知道吗 好面子 怎么了 还在生气 想管你跟瑶瑶那副嘴脸 我就不恶心了 哎呦 傻了吧 她是外人 你是自己人 嘴脸当然不一样了 你想一下 刚才我对你的嘴和脸 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怎么这么恶心啊你 哎呦 你们俩不一样 她是客户 所以咱们对她客客气气的 你不是客户 所以呢 不用客气 来吧 我爸 喂爸爸 我在公司加班呢 这么晚了 回来时候我去接你吧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一会儿一会儿 让同事送我回去 好的 你先睡吧啊 拜拜 哎呀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同事了 你不是我同事吗 都这么晚了 要是让她知道咱们俩在一起 她肯定会多想 你这叫做贼心虚 到时候啊 我就这么跟你爸说 嗯 我既是您的女婿 又是您的儿子 既是我妈的儿子 又是我妈的女婿 彭杰呢 既是您的女儿 又是您的儿媳妇 既是我妈的儿媳妇 又是我妈的女儿 又是我妈的儿媳妇 多亲上家亲啊 我都晕了 是呀 到时候你就幸福晕了吧你 不过现在呢 为了让我的岳父家老爸放心 我决定 送女同事回家 去吧 领导 走错门了吧 我眼睛就是瞎了 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在家 我也能摸回来 我洗澡一下 我洗澡一下 二平 哎 哥 你给我打电话了 我昨天打的 我没听见 怎么有事儿啊 没什么事儿 大姐不是折腾吗 大姐 对 你怎么样 我挺好 我挺好 我跟你说啊 二平 你没事儿常给他爸打的电话 这两两老念叨你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回事儿给打去 就这事儿 好 再见啊 昨天你把人家荷花拐到哪儿去了 光这身子干什么好事儿呢 哎呀 老农志啊 不会晚节 不饱了吧 我的晚节不用你操心 像你身边那样老有操心 你呀 哎呀哪样都好 就是有样啊 你这一辈子 不识好歹 我老伯闺女这事儿你说吧 忙前忙后啊 哎呀 害得我是连饭都吃不好啊 你 你瞧你这个 你老伯忙前忙后跟你啥关系 你要什么人情 叫你喝点小酒就不错了 不是 你 那我老伯 我那裤子呢 破裤子还要啊 这不这儿呢 啥破裤子像麻袋似的 我不着急用我都不吸得出来 谁呢 这什么人呢 你说你 啊 用完了就 连说一声蟹都不 真是蟹 气嘴 爷爷 来 蒸蒸 姐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什么 酱鸭头 怎么几二天买酱鸭头了 我爸说您特别爱吃这个 然后我给您送过来了 中午在这吃吧 中午啊 行啊 中午吃啥 不就酱鸭头吗 就光吃这个 再加点别的菜嘛 嗯 喂 爷爷啊 我想换一种装修风格 嗯 就西边那个小家 那将来是我的办公室 好嘞 我知道了 中朝 嗯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麻烦你能过来一趟吗 好嘞 好嘞 好 爷爷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中午不在这吃了 不在这吃了 走了啊雪爷爷 老家伙儿 老家伙儿 还真有人疼你啊 你这老东西命好 嗯 我孙子中午不在这吃了 嗯 来等 给你个酱鸭头吧 哎呀 哎呀 我等 等着我 我真心疼啊 喂 哎 彭姐 我现在去现场开会呢 你也得过来啊 我不去 不是 姚总那公司的事 我可不想像一个大灯泡一样 照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那你们还怎么谈情说案啊 喂 什么 什么谈情说案啊 你想哪去了你 哎呀 不去 哎 你那个裤子就过额弄湿了 你放在石头上亮的 对啊 光着身子 有裤衩 再说跟前也没人 可慌 不在 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啊 裤子就没了 没了 谁心呢 你不去拉脑吗 都像你似的 啊 那裤子感情就自己 撒开腿跑出来 啊 说啊 我 我那那什么 跟前好像有个达子卫生的 是不是他顺手给抄走了 要不你说咋能美呢 老孟头 老孟头 哎 要是我啊 我 白天领着个女人出去了 晚上回来呢 裤子没呢 你咋想 不是 我 我 我这个酱丫头也堵不住你嘴 是吧 别瞄了别瞄了 越瞄越黑 什么越瞄越黑 喝酒喝酒来 来来来 老东西 我不给你吃加压豆了 饺子来喽 德叔 德叔吃饺子 来 越红 饺子就有事 越喝越有 什么时候包这饺子呢 不是 大姐包好了 早上给送过来的 那你大姐呢 我回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走了 打电话说 有事就先回去了 爸 你快伸着吃啊 那怎么 我跟你德叔还得喝一会儿呢 把饺子给你得婶端去去 嗯 等吃 行行 不是 你德叔再找那步了 不用 那还有呢 我给德叔送去 你们吃点啊 完了老东西 今天我可赔苦喽 你吃吧 完了 你看啊 好 又是饺子 又是酱鸭头 找找有计谋啊 大平的酱鸭头 梦庭的饺子 无非是想让老孟体会体会 儿女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打消老孟找保姆 那醉翁之意不再久的目的 对此 老孟自是心知肚明 至于酷子的事 许正德说的对 越描越黑 那就不再提他了 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反正身子正不怕影子歪 你一个人来的 没有本来需要跟彭杰一块来的 但是公司临时有事 一个电话给叫回去了 那我们上去吧 好嘞 来 师傅 这口号挺去的 你上哪儿了 这儿 痛不痛啊 我心爱的人挂我电话 把我的心给砸碎了 你真的忍心 让我自己把碎了的心 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啊 还不知道你说过了谁心碎呢 好了 你能不能别这样 我爸可说过 女人要是无理取闹 永远都不可救药 你烦我了 我说出来吗 我不会这么不小心吧 你真烦我了 没有 就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忍了 我真的不烦你 是 你让我烦 讨厌死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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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跟他纯粹是工作关系 你别老是把工作跟生活 混在一块儿搅和行不行 好吗 宝贝 亲爱的 我就是看不惯他一见你就放电 他电不着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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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干活吗 平面图拿了吧 我爸说了 女人同情达理 永远魅力无比 大妹子 盘子哥 忙着呢 这颗葱 这盘货就是你自己拿啊 你看这媳妇多贤惠啊 她妹子来了 盘子哥也在家呢 爸 你看 我给你买了保健品 没病没栽的你给我买呢干什么 这个可是预防生病的啊 跪着呢 给你买了要吃啊 千万别舍不得 吃啥也不如吃饭呢 我这不是怕我大姐老说我不关心您吗 你大姐又说你啥了 也没说什么 你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给你买了记得要吃啊 爸 浪费 大爷 您看看您 您这就不对了 白给您的您就吃呗 您您就吃不就得了呗 别跟老财迷似的啊 你看看 这么多的好东西 就是 我爸的腿脚不太好嘛 头套粘结实了 爸 我想 又给爸买什么好东西了 没什么 就有一些保健品 三嫂 你忙什么呢 我帮你吧 还不用不用 这不来客人了吗 你招呼客人进屋去啊 大爷 这都是好东西啊 都是不慎的 不过啊 您吃了也没什么用了 这都是吃了以后啊 您好 她也好 可是呢 您没有她了 你吃了干嘛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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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嘴 爸 我走啊 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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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啊 哎 好一天吃了 够辛苦了 歇歇吧 不累 爸 这两天的饭都是大哥大姐做好了 送过来的 是啊 你是不是怕我累 跟大哥大姐说什么了 哼哼 你大哥大姐那点小心眼啊 嘿嘿 哎呀 你我是那个儿子 是大姐的 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事 我去估计 我真的有没有想到 你你去想到 你辩论 给他 妈 你不能这么为孩子呀 多脏啊 什么呀 这有什么脏的 妈 惠惠说得对 你手上多少细菌呢 哪有细菌呢 从小就这么为你长大的 那时候你怎么不想我有细菌呢 我天天跟你们做饭 就不想有我细菌了 妈妈 摔到谁呢 你说这这 一天累死累活着伺候你们 我都累死了 我都 还看你们脸色 算了 少说两句啊 孩子累了一天了 对 你也累了一天了 少说 赵开上 就你一天做好人 要不他敢这么对待我吗 妈 你少说两句是给我了 还有你 你有这么惯媳妇的吗 你看看谁的儿媳妇 敢这么对待自己老婆婆呀 啊 把他给惯的你说 啊 一天什么都不干 你倒有理了 行了 行了 看我谁来了 你还看不出如今的年轻人 搬你一嘴搬你 大姐 蓝梅 一来就来又还带什么东西呀 就是牛仔还给孩子呢 来 坐坐坐吃 我不吃了不吃了 大姐和你吃啊 走走 真吃了 真吃大姐 走走走 蓝梅好像瘦了最近 咱爸挺好的 大姐 爸挺好的 上午几点回去的 我回来没一会儿 爸就回来了 大姐啊 是不是 我这跑车一走就两三天 照顾不好咱爸 爸心里委屈了 才动了找老伴的心思 谁说的 那你看你一大早就去给爸包饺子 大哥还买了家家头送过来 我就琢磨着 是我没伺候好咱爸 不是那么回事 真是 你都想哪儿去了 你说你成天的伺候咱爸那么辛苦 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们怎么会那么想呢 那就好 我就怕你们觉得我没做好 咱爸还给你们添麻烦 让你们大家操心 我心里就不得劲了 不是那么回事 傻蓝梅 你真是的 你多心哪 咱爸不借口找保姆吗 我们是想啊 把他伺候 服服帖帖的 舒舒服服的 堵他的嘴 让他没有借口提这事啊 你大哥也给他送吃的去了 好啊 咱爸说什么 那都没说什么 完美 不能让咱爸 以着保姆的名区找老伴 咱们得现实点 你说 咱爸那么大岁数了 他也不接受教训呢 让人骗过一回了吗 都有重孙子的人 你说他老这么 折腾来折腾去的 就让人笑话 人家还以为咱们做儿女的 不管他了呢 你说 就像咱爸那么又倔又抠的脾气 谁能跟他过在一块儿 人家图的年轻啊 还是图的有钱呢 真是老小孩 三爹妈 我妈特向基地组织成员 唯恐天下不乱 你少插嘴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老爷子这是从这个低层次的物质生活 向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递进 现在生活好了 低层次的那些要求都满足了 于是就有了这个 赵宽生啊 你少拽吧 人家一来人 他就显然太有文化了 你大姐是完了 没文化呀 简直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嘛 就扭曲了 用不着你管 行了大姐 大姐夫也是为咱们好 你大姐净下场能 你能 你来 我还不管了 我自有办法 等着瞧 明天我让他出不了门 气死我了 你把把衣裳图包都洗得干啥呀 也要刷了 帽子也洗得干啥呀 我穿什么呀 我帮你整理整理 我也没什么事 你别管林歇着吧 我穿什么呀我呀 你还你笑着呢 你能帮我气死你 穿着 您在等人的吗 嗯啊 您是这个原封婚建所接下来的 婚建所啊 啊 您是不是叫玉兰吧 不叫 我是玉兰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以为您是婚建所介绍的 不是不是 那他是哪个婚建所介绍的 他不是婚建所介绍的 我不是 那你是谁介绍的 我亲戚啊 亲戚 你是谁呀 你问这干啥呀 哎 你还脚踏两只船啊 哎 哎 玉兰 玉兰 她 她 她不是那只船呐 哎呀 神经病啊 你 老妈 你干啥呢 这都几天了 你咋还在这晒太阳呢 去啥了 我哪也去不了了 咋的啦 德勺 这带我爸要去哪啊 哦 我们去看花 看花 看我去吧 爸 我去你看花去吧 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说吧 儿女孝孙 我现在可讲卫生了 哎 那啥 那我自个先去了啊 你去吧 那那我就去了啊 回来我给你传达啊 我今天愣没让咱爸出这个门 你不能天天给你爸洗衣服啊 明天呢 后天呢 哼 想办法呀 反正我就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时间长了 那女的 她就死心了 哼 早晚有一天 你得把老爷子彻底惹急了 哼 惹急了也比他在外面惹事 被人骗强 哎 怎么 怎么 卉卉啊 人家拆了这么长时间啊 着什么急啊 都得热透了嘛 我都几点了 让你爸还没吃吃饭呢 我下班也没闲着呀妈 你又不上班 一出去就一天 还说这话 都在等着我啊 你说我一天操多少心呢 那你是自愿的 我老爷也没逼你去 该操的心不操 不该操的心瞎操 你说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哪个是我不该操的心呢 你出来把话说清楚来 行 行了 都累了一天了 别闹腾了啊 怎么是我闹腾呢 你说我爸的心 我不该操吗 该操 可是家里 并不你一个孩子呀 这别人也得分担一下嘛 是不是 这说那没用的 三儿 孟翔 你说我能指上他们吗 要是二瓶在就好了 可别提你这二弟了 那更是我滑头 这费力不讨好的事 她能干 所以啊 还得我这个大姐出面呗 你是大姐没错 可大萍是长子啊 她是不是也该出面 分担一下啊 不能全都你一人把事都做了呀 大萍去外地了 外地 肯定是借口 别信啊 反正你明天最好别去 明天孩子要打预防针 亮亮去什么 什么公司应聘 这个 你要再去一天 回回回来 知道了 又得闹 别去了啊 是 那我爸那谁盯着呀 没人盯了就啊 哎呀 你别再喝酒了 是是是 整天抱着酒瓶了 酒瓶的是你爹啊 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我能帮你想什么辙呀 在你们家 我是没有话语权的 所以我尽量少说 我尽量不掺和你们家的事 赵宽生没猜错 孟大萍确实没去外地 用大姐的话怎么说来着 对 在家陪小老婆呢 不过她陪的并不踏实 因为她刚接到前妻孙月荣的电话 说瑶瑶的父亲 要跟她谈工程报价的事 因为大萍明天一早 去跟瑶瑶的父亲见面 本来是正常工作 但由于中间有个孙月荣 大萍就不能实话实说了 好好好 谁的电话呀 那老女人的电话吧 奶奶 怎么又上老女人那儿去了 姚总秘书的电话 姚总约我明天上午 谈那个就那个合同的事 明天上午你不是陪我买化妆品和鞋吗 你怎么又约事了 你说这谈活的时间也不能改呀 咱说好的事咱那 约瑶总见面 那老女人也去吧 你巴不得吧你 得 本经理决定了明天上午不去了 陪我太太去买化妆品 不就是钱吗不要了 你 你少着给我玩苦肉计啊 谁不让你去了 你还得去 不过你记住了 别到时候跟那个老女人话多 哎呦 女人同情达理 简直是美丽无比 星期一 星期一一定陪你去好吗 喝酒 请你喝酒 不喝 不喝 哎 你真不喝啊 不喝我拿走了啊 不是我 不是 干啥啊 你看清楚了 你看清楚了吗 这是酒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不是 我知道我喝酒不对啊 我不喝了行不行啊 觉都不让睡 没不让你喝 来 起来起来起来 哎 哎 你见了酒 不像见了你爹一样吗 不是你干啥啊你啊 明天 你抱着你爹去找我爹 不是 陪我爹喝一天你爹行不 等等等等 我都乱了 说说 啊对了 你是不是让我陪你爹喝酒 盯着你爹 不行啊 这有什么不行的啊 哎 我不是吹 要是喝酒这事 第一 不能让我爸出门 第二 不能让我爸喝多 放心 你就等好吧 就这么着 行行去吧 去吧 去吧 你爹我爹的 慢走 爸 爸 今天啊 我休息 过来陪您喝几重 啊 你 你过来陪我喝酒来了 对 您看 酒 下酒菜 我都带来了 全套了 哦 就差蒜瓣了 嗯明白了 这酒不喝是不行的 喝吧 喝吧 来呦 您坐 我来啊 我想让大平一半过来这个 听说他去外地了 大平上外地了 对 上哪儿去了 又去那 不知道去哪儿了 老总留步吧 放心 留步啊 老总放心 价格方面的事 就按你说的办 质量我可严格要求啊 这个放心吧 这不 我们两个都在这儿了吗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好 放心吧 再见 好 再见 哎 干嘛呀 杀我一段 给你办事呢 还能不懂事呢 我不懂事 我跟你说 我能能以后别那个 半夜跟你打电话 影响你们了 我说了 去哪儿啊 你不想跟我说就不说了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你什么事快说呀 快开吧 开就不能说了 去人家干嘛呀 姚姚她妈问我好几次了 问忠诚啥意思 你叫一叫你们的儿子 做人有点信誉 别的工程一到手了 人就没信了 什么人呀 让我怎么见人家 我也不知道忠诚怎么想的呀 你别问问她 你管我问不问她 我说你呢 那不是你儿子 你就不能问问呀 好好好 我找机会问问她 就别找机会了 你今天就问 烦你这半事扑扑拉拉的 没个利索劲 因为我不烦你啊 你今天就找 你说什么 你大大声 没说什么 你也就敢跟我这样 见着你那小老婆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我都多乱 又又又来了 你到底有没有正事 没正事你下车走人 你以为我愿意见你呢 要不是为了儿子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你 这张嘴脸 孙月龙品质 咱俩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有共同意缘的 我也不愿见你呀 彼此彼此 你混蛋